草地上低飛的身影 深色羽毛 頭頂明顯的紅色額甲 董姬現身台南引起了旋風 連續多張的董姬照片 有的雨色較淡 有的身形比較大 看來像是同個家族 近來現身台南郊區 引起了鳥友們的討論 他們頂著熱天 從早到晚 瞄準董姬出沒處 田間聽到他咚咚咚咚咚 鳥友就會暱稱他董事長 像母鳥 我們甚至會很好玩地 稱呼他董娘 董姬他的外型乍看 跟一般人印象中的雞比較相像 但是可以飛行 很見董姬是央雞科 因為叫聲被取名為董姬 個性雞頸排斥快速 每年的四月會飛抵台灣 十月十一月中旬再離開 透過農業部的資料 董姬的聲音相當的特殊 加上他身性激進很難被拍到 過去從台北桃園一路到屏東的墾丁 都有著罕見嚇候鳥的身影 這次現身台南大批的鳥迷 真想要記錄 特別從台中到台南拍董姬七十五歲的鳥友每天抹黑出門 甚至乾脆台南住兩天 這一波登董姬熱潮 讓鳥友們曬太陽睡野外也在所不惜 三地新聞王笑以追蹤 台南報導 都倒 selfies 雨 雨